有两种列车走入历史 既被昵称为红斑马的EMU1200型电联车 开出末班车之后 历经30多个年头多次转型的复兴号 最后一班列车 今天一早也从花莲站出发 原定上午9点56分抵达树林站 最后却误点了5分钟 尽管末班车没有准点抵达 却也成了铁道名的小确幸 有民众说这样就可以再多搭乘一下 蓝色车厢轨道上穿梭 周回近站真的要停下脚步 历经30多个年头多次转型 复兴号最终任务画下据点 民众一不舍强拍留念 以前在北部念书 复兴号是一个算是价格比较便宜 然后又很方便 29号台铁微调时刻表 最后一班复兴号列车走入历史 从花莲出发原定上午9点56分抵达树林站 最后5点5分钟 复兴号末班车的不完美 却成了铁道名的小确幸 不过也不错了 最后一趟了嘛 就是要开一个小时我也陪他走完 沿路上车下车 这个人都蛮多 就是大家都特别来参加 回顾复兴号在民国69年登场 是首批15辆台制的冷气对号车厢 当年宇宙举光号混合编组 称为举星号 行驶路段台北花莲 还有台北高雄往返 隔年改称为复兴号 投入各路线行驶 一直到民国99年 淡出西部干线及南回线 复兴号在东部继续服务 其中还有一个班次 69一次被称为神秘列车 因为每周只行驶一班 在周日下午从花莲出发直达松山 而且票价是自强号的六折 这也成为许多花莲北漂民众 共同记忆 这有点不舍 蛮难以驾驭有一种车 可以但车子挺好 也是算一个技术 蓝色特快车不敌高速时代 复兴号除以后 树林到花莲路段 将由EMU900型电联车取代 而花莲到台东段 则由EMU500型电联车接替 继续承载每一位乘客的故事 记者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